好来看到真的是太离谱了 这台北市巴士206公车 一名江四司机 因为他记错颁表开错车 开了两站之后要求乘客下车 这时候呢有一名小六学童身上 没有钱也没有悠有卡 只好走了一个小时才到家 详细的情况联系个记者周宽展 这个主播有家长控诉巴士业者 因为司机看错颁表开错车 竟然要求乘客下车 而其中一名小六学童 因为身上已经没钱 也没有悠有卡 只好徒步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路回家 让家长非常生气 而巴士业者今天也公开道歉 来听巴士业者最新说法 这个部分是我们服务上 我们检讨是有一点服务不周 那虽然都有转程 不过因为小朋友他没有上车 这一点我们非常的抱歉 那除了取得家长能够谅解之外 我们也对这个事情会检讨 我们以后的服务会更细腻 希望不要再发生这些这样的事情 谢谢 而业者表示呢 这名司机当时已经请了另外一辆公车给乘客转程 但是没注意到小朋友没上车 害得小朋友平白损失他的权力 而这名司机以及张务员已经遭到惩处 而业者今天也将正式登门向家长道歉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近情况 将时间交给风雷主播 好的谢谢宽展 公车司机记错颁表 今天把人给赶下车 小朋友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走回家